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Google浏览器对智能大模型Gemini做出重要的更新 Gemini Nano可以直接安装到Google的Chrome浏览器上 并可以离线本地使用 那么首先要在浏览器上输入这个地址 先下载Chrome浏览器的开发版 点击这个地方进行下载 下载完以后直接点击它进行安装 安装完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界面 屏幕的左上方会出现Chrome开发版的标志 那么它的程序就安装在你的操作系统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开发版信息CreamDev 这个时候你可以登录一下 好了这样就可以使用Chrome的开发版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浏览器设定的地方呢 看一下它当前的版本 而上面这个呢就是我平时用的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的最新版本 那么在你安装完开发版以后呢 最好呢先关闭一下界面 重启电脑以后呢 确保后台没有任何Chrome浏览器的其他版本在运行 然后呢再打开Chrome的开发版 先更改一下界面的语言 点击Setting 把浏览器的语言改为英文 那么如果你这里显示英文的 你就可以点击这里 选择第一个选项 它就会更改界面语言为英文 如果你没有显示英文 你就点击这里 搜索English 找到英文 然后点击Add按钮 再点击这个地方更新界面 那接下来你可以打开一个选项卡 输入这行命令 会看到这个开发版的相关信息 和安装路径 你把version这些字符删掉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选项 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第三行命令 再重新启动一下 接下来 再打开一个选项卡 再输入这行命令 就会看到Gemini Nonno API的应用 然后同样的选择Enabled启用 再重新启动浏览器 接下来 你在地址栏输入这行命令 会看到很多可以使用的组件 然后点击键盘的ctrl加f 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些文字 如果能找到 表明你能连接Gemini大模型 那接下来再新建一个选项卡 然后 然后输入这行命令 这个插件 就是用于进行离线AI对话的 点击atchrome就可以安装该插件了 因为我已安装了 因此显示这个 那么下一步 你就可以在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 先进行网络版的chat AI对话 但输入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 你点击这里 它会告诉你安装的操作步骤 如果你觉得自己操作没有出错 你回到这个界面 看一下这里 它目前是0000版本 你必须要点击下面进行更新 就会看到最新的版本 例如 6.5.2205 你就可以回到chromei.org界面 重新刷新一下 会看到错误提示不见了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Chrome浏览器 跟内置的Gemini大模型 来进行AI对话了 我尝试问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问哪里产的榴莲最好吃 好 用英文问它一下 在这里输入 然后点击发送 它很快给出了答案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看一下它是如何回复的 对于哪里最好的榴莲呢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因为不同的人对于榴莲品质 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和考虑 然而一些最受好评的榴莲品种呢 是来自泰国 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 那么我在问它一个问题 你使用了大模型 是什么 用英文来问它一下 不到一秒就给出了答案 作为一个大语言模型 我是Google开发的 那么这个API的模型是什么呢 其实你是可以点击这里 这里就会看到它目前使用的大模型 Gemini Nono Generic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你目前选择这个呢 它运用的是网上版 还不能离线使用 如果要离线使用的 就要安装刚刚所说的这个插件 安装完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选项 但是如果你要启用呢 你这个地方要把它点成蓝色 启动完以后 在浏览器地址栏的地方 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你可以点击它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界面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 使用此插件功能 依赖于Chrome浏览器内建的 Gemini Nano AI Chrome的版本需要高于V127 那么你可以在开发版版本中获取 符合条件使用该插件的浏览器 其他的信息就是它的安装过程了 我点击OK 它目前有两个基本功能 右边这个是翻译功能 有多种语言可以选择 左边这个才是AI对话 它就像Lama3一样 可以离线使用的 那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使用的大模型的名字是什么 版本是多少 你可以离线使用吗 在这里输入发问的信息 好了 它的回答都非常快 我们看一下它回复的内容 我是谷歌开发的大型模型 我的名字呢 就叫做这个Google API 目前的版本是4 那接下来呢 我测试一下它的翻译功能 我准备输入这些文字 我是大语言AI模型 能够帮你解决天文地理各种难题 我输入英文 我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倒过来 把它重新翻译成中文 点击Translate按钮 我是大模型 可以帮你解决各种天文地理问题 OK 翻译功能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尝试离线 去测试一下这个AI工具 重新启动AI 然后我用中文问它同样的问题 这样能比较一下在线和离线的区别 请问你使用的大模型是什么 看它怎么回答的 它的回应速度依然很快 我使用的大模型是Google官方大模型 该模型也是基于21个英语文本 和其他语言材料训练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离线版本也可以用中文发问和回应的 我也测试一下它的离线翻译功能 让它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它的翻译结果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离线的翻译效果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该模型可能优先对美国等地区开放 那今天 关于如何下载安装和使用 Google开发的Gemini Nano 进行在线和本地离线的AI对话 就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讲解的 可以点赞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大家